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4月9號星期二 為你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0403花蓮地震 傅崑奇 他因為他PO了一個影片 意外震出的是禮品山 那麼以及過去地震的善款 究竟都是怎麼用的呢 傅崑奇今天他在天王星大樓旁邊 他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痛批現在是網軍側翼在治國嗎 他強調說禮品山的那件事情 倒掉的像是茅台等等的 茅台說那是我自己買的 TWG那個不是什麼貴婦茶 只是很一般很普通的家用飲料而已 但是網友並不領情 反正花蓮縣長 怎麼時候變成了傅崑奇 怎麼縣長自己不出來開記者會呢 傅崑奇他其實也針對了 2018 0206地震的善款 他的用途其實也做出了說明 稍後我們進一步來檢視 那這樣錢算不算花在災民的身上 儘管說台灣剛剛經歷了一場大地震 而且目前都還有人失聯 正在搜救中 但是在強震過後看到的是台灣的韌性 而台積電他獲得了美國補助 66億美元將在亞利桑那州還要再設第三座的晶圓廠 今天我們看到他的股價就受到了激勵 中廠是狂飆了36塊錢收在819塊錢 這個市值也突破了21兆 台積電布局全球影響台灣的產人嗎 稍後我們進一步來解析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之前不是有這個MeToo風暴嗎 一人黃紫嬌他在MeToo風暴當中 他其實是獲得不起訴的 不過陸續又有其他的被害人跳出來了 而他在遭到檢方在搜索的時候 查獲說他是偷拍不雅影片的一個平台 叫做創意私房的高級會員 創意私房號稱之前 大家記不記得在韓國有這個N號房 那這一個地方號稱就是台版的N號房 有人就揭露說這個論壇 要加入門檻其實是非常的高 並不是你一般的老司機說 想要加入就可以加入的 恐怕是這個 可怕的是說他被害人 除了影片被外流之外 包括你的姓名 你的工作地點 還有社群帳號 居然說通通也會被揭露 那因此呢 現在又再一次掀起的是 在演藝圈 他們主動發動的是 這個修法應該要再加重刑期 好 開始我們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 首先歡迎的是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宜川 大家好 歡迎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好 左邊來介紹的是 資深媒田陳東好 大家好 資深媒田林育慧 大家好 稍後台北市員苗博雅 李明賢以及網紅四叉貓 都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那我先請教逸川哥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副昆琦委員 副總召 他就在天王星倒塌大樓旁邊 他有一個大小朋友 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記者會的內容 他其實講到說什麼花蓮 有倒掉非常多的房子 或是包括被貼黃丹紅丹等等 所以他們要求要有組合物 可是第一個問題提問的 就單刀直入了 就問他說 那個李核三是怎麼來的 那個善款的八億 到底那時候是什麼樣 一個爭議的問題 所以今天看到 記者會後 副昆琦在那七八十 那我相信 按照你這個實事求是的精神 那記者會你有看到嗎 有 你看到什麼樣的 今天這個現場在佈置的時候 光那個要放看板 那個價值就倒了好幾次 副昆琦也講到一半 他那個牌子整個直接倒下來 剛剛講副昆琦 看起來好像是花蓮縣長 他說的都是管政府的事情 而且他是立委 大家不要搞錯 那他講這些事情 接下來接受提問 第一個人問完問題之後 副昆琦馬上說 請現場警察維持秩序 因為那個人問說 你上面賣款八億 為什麼拿四億給什麼 食材業者什麼什麼 觀光業者 就問那之後 他說現場警察盡維持秩序 一個立法委員 可以叫花蓮縣的警察維持秩序嗎 好 這些都是插曲 他最主要他今天就在解釋說 解釋說為什麼這一個 上一次的那個地震 他們那個災情下來 怎樣怎樣 好 然後他的錢沒有亂花 然後說他都叫這個 這個中央的要求 說可以補助 補助在地的產業 這幾個 他說台南的圍觀道路 圍觀道路倒下去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補助圍觀道路 旁邊那些商家 上面陳美玲就說 可以補助用我們的經驗 陳美玲當時就主持這個會議 跟那個行政院的秘書長政務委 他就主持這個會議 他說你們這個補助 可以補助這個受災戶周邊的商家 我們台南是這樣補助的 副君子說我們這裡的商家就是食材業者 就是食材業者 就是食材業者 所以他補助食材業者有錯嗎 食材業者的員工也很多 那邏輯是這樣 那第二個他就講到這個 忽然間跳出組合屋這件事情 他說他們有跟中央要求 這個會比照921來興建組合屋 上次興建組合屋遇到的問題 就是後來實際住在裡面的 這一些民眾不是受災戶 會出現認定上的問題 他說可是我們這次 被我們貼紅單 貼黃單 貼黃單的位都不能住 他說已經累積到一千兩百戶 一千兩百戶 我是看他說一千四百戶 他說一千四百戶 他可能好 就讓他算一千四百 一千五百戶都沒關係 他說這些人不得住 花蓮各位知道 花蓮的觀光旅館 一般旅館跟民宿 總共一萬五千個房間 這個時候很好 這個時候你就是 請這一些現在沒有地方 住的去住民宿 看你住第一間 你上面不是說你住民宿 你看你住第一間 這整個民宿去住 也只有住一千五百間 或者住一千五百戶 不然你住三千間房間 也可以 那這些民宿是不是同時 在觀光上他就有收入了 所以就不用補民宿業者了 那第二個 這些人去住的祖金 你不用算一天一天的 你一次祖三個月 因為要重建要什麼 尤其這陣子說 賺別的觀光人潮 可能幾個月都去不了 所以你這個算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循環 你就說三個月 看一個月多少錢 現在大家都有關錢 衛福部也收到錢 衛福部 中央也先補三個月花蓮縣政府 第二 花蓮縣的捐款 到今天下午為止 已經累積到一億五千多萬了 有夠了 我就覺得先補這錢 給災民去住民宿 也沒有離開他原來生活的環境 工作的環境 也是住在花蓮市 這個都很好 所以傅君祺或者是徐縣長 你們可以往這方向思考 你就不用還要準備一筆錢 然後去補助民宿業者 你人家家的災民好了 就是他現在沒辦法回家的這些人 他就可以去住在一般的民宿 讓這些民宿的業者也有收入 好 來 那因為今天的解釋說明當中 其實都是從他自己分享的這個來的 那當然記者也第一題就問了這個東西 我們有看到一個 你們曾說35年那 我們真的可以打工哥 不過這真的很難不幫他打廣告 因為TWG社長這麼大 然後今天他就說那個茅台 茅台是我去出國的時候 在香港或者是中國的機場買的 另外他特別提說 被講說貴婦茶的TWG 一盒才700多塊到1000多而已 就是很普通 很平常的家用飲料 沒有辦法理解 我不是家用飲料 我講坦白 我還沒有買過 來 我還沒有買過 這家TWG它的門店在哪裡 我們先不要看它說在網路上面可以買 它在台北市的門店在哪裡 它的門店在101 那你覺得在101是會一般家用很普通的嗎 那我以TWG最便宜的茶包 像立法院的茶包一個大概是3塊或一點多塊 所以高宏安非常愛用 對 會暴走的那個 你知道TWG一個最便宜的紙盒裝的茶包 茶袋 那一包茶是大概5到60塊 一包 一包茶5到60塊錢 一盆 普通的家用飲料 一包一杯 泡一杯加50塊 5到60塊 所以這是一般非常普通家用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特別我們花蓮王特別喜歡 還是我們花蓮 你們都沒見過市面 我就沒見過市面 我真的沒有見過市面 我先給大家來看 這個就是他早上看記者會 我截圖 而且我們一個朋友 今天其實就有到現場 那就陳才能 也是藝川的好朋友 他就是在現場靜靜的坐著 就坐在傅昆琦的對面 結果傅昆琦一直找警察 要把他架走 可是我覺得這個照片 不可以關心嗎 不可以關心 我覺得這個照片 其實展現出我們花蓮小婦 非常有那種黑色幽默的地方 他站的後面是哪裡 那你的背後就有天王星 你在這個前面 你還用一個大螢幕 再放天王星 你是要讓所有的天王星的住户 再次感到心碎嗎 然後他在現場 他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們大家都只關心 他自己PO的那張照片 所以他還特別提到說0206 不是0403 0206 他的鎮災的款項是怎麼用 去試圖解釋 他沒有4億花在食材業者上 也沒有4億花在觀光業者上 不對啊 我們在PTT上面就找到 這是以前蔡壁仲 他在臉書上 可是這張的 因為時間有點久遠 蔡壁仲的臉書已經找不到 蔡壁仲當時在他的臉書 因為他代理了花蓮縣長 他當時去花蓮的時候 翻出了0206的這筆帳 他覺得很奇怪 這筆帳上面有一個叫感恩懺悔 另外一個就做那個 我們這幾天都討論的大禮包 總共大概花了1177萬多元 這是當時的帳目 那他做出來 可是他再去看帳目上面 總共其實我們當年捐款的人 其實有很多人是指定用途 我指定給災民 我指定做什麼 不是給你付昆期 你高興給這個誰誰誰使用 當時是指定給災民 作為這個復原的這個使用 那這800多萬跟這1000多萬 你要告訴我說 它完全符合嗎 這800多萬的這個錢 跟你做大禮包能夠符合嗎 那我再給各位看 這個是當年的東方報 當年徐正衛還沒有選 花蓮縣縣長的時候 當年花蓮縣的議員曾經出來說 你那個花蓮02-06的那個款項 你曾經有一筆去做那個感恩餐會 用感恩餐會呢 你只邀請所有的公職 連議員都沒有請 你只請徐正衛去幫徐正衛助選 這是當年的報紙上面的頭 那就沒有所有的公職就只有一個人 所以你要告訴我說 剛才川普是跟我們講說 我那個花的錢 我是有給食材業者 因為食材業者也在災區也倒成一片 然後有給觀光業者 觀光業者也倒成一片 那這些難道都是符合當時 我們所有民眾的捐款 他的一個指定用途嗎 所以這也是難怪 這幾天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他老是怪 他老是怪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很多人都說 我們不要捐給花蓮縣 我們不要捐給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 我們要捐給的是 衛福部的那個捐款 是因為你過去的賬 搞不清楚 所以傅崑奇不哭不哭 眼淚是珍珠 你身為一個花蓮王 你不應該隨便掉眼淚 他當然有解釋說 那個食材業者也是受災 他們也是需要錢去當世 但是東豪哥我請教一個部分 這個網友真的 這個內容 其實會引起大家很多的共鳴 是這樣 他們家爸爸媽媽 他說我爸媽真的是人間清醒 什麼叫人間清醒 我們來看他的內容 他說他就用了五個家人的名義 五筆錢去捐給花蓮縣政府 那當然講的是上一次 0206在花蓮地震的時候 沒有多幾千塊而已 但是前前後後過了幾個月之後 就五封掛號信就寄來了 然後就有一封感謝信 然後有一個DVD光碟 你知道嗎 我捐錢我有那一份信 可是當我收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禮包 你寫一張筆有沒有 一張筆 然後你又付了一個DVD 你在花這個錢要幹什麼 後來有解釋說 沒有我花的不是你們捐的那一筆錢 可是他其實是挪用 縣政府裡面的經費 而且是明目不符的 你用奇奇怪怪的明目 因為其實監察院也有發現 結果他們還可以說 我這個是很理直氣壯的嗎 大家就是覺得說 你錢要花用在那裡的地方 你再花錢幾萬花在這裡 大家當然會受不了 直接用這一張來看 監察院的 你還可以找 109年3月17號 花蓮縣政府辦0206 贈災感恩餐會 感謝包裹 採購及預算流用 這個有重大為師 提案糾正 講的就是這個 大禮包光碟 就說你在做 你在做什麼 你在做自己的宣傳 我們只想問一件事情 花蓮縣執政快16年是誰 就你跟你太太兩個人 那花蓮是第一次遇到地震嗎 不是吧 這快16年 等於14年 因為要到後年才滿16年 明明知道花蓮容易遇到地震 你們做了什麼 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九二一大地震南投 南投是重災區 因為發生在基基 那個時候 要選總統的 是前任的台灣省省長宋楚瑜 宋楚瑜那個時候 被國民黨怎麼點名 說他是擅財同志 在地方建設補助 要五毛給一塊 擅財同志 可是 九二一大地震有一件事情 大家不敢罵宋楚瑜 整個南投對外最重要的一條連外道路 是宋楚瑜蓋的 快速道路 其他原來舊的省道 或者往張華很多地方都垮掉了 橋斷了 路灘了 那個時候南投是孤島 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從雲林 雲林那邊路也不好走 金竹山 主要是台中往草屯 往南投這個方向 靠什麼 靠宋楚瑜蓋那一條 就那一條能夠走軍車 能夠走大卡 因為那個路沒有垮 可以震災 所以宋楚瑜那一次獲得 一些平反 簡單講 過去這十六年來 富士王朝 為花蓮做了什麼事情 明明知道三不五時 就會來有地震 做了什麼 去PO那個照片你知道 你在討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張照片 那個影片 事實上給一般的人看到 給災民看到什麼 那叫相對剝奪感 很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我們來看 他家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因此 包括他們家 本來被標叫做 九五至尊大樓 又多兩個字 叫九五至尊 禮品大樓 對不對 禮品山 禮品大樓 那這個部分 其實過去在工房中 有注意到這一塊地 它的不一樣的地方 你建一棟房子 其實是兩棟 一棟關的 九點五層樓 然後另外一個 大概是三四層樓 白色的這個屋子 那其實過去 已經有被質疑說 你旁邊其實是 國有農地 那農地變成什麼 上面做什麼 柯文哲好歹恢復還 建一個百貨漲 沒有 不是建百貨漲 它上面又是柏油 那已經過去 有人去檢查之後 阿公有開罰 輕輕的罰六萬塊 那有關於這個 佔農木用地的這個部分 我們請朗東進一步來挖掘 對啊 傅崑崎先自己把自己的家 開箱給他看 說這個九五之尊大樓 所以我們看不到他的全貌 沒辦法感受裡面的食材 有多豪華 可是看到非常多的禮品 所以我們今天就獨家來進一步的解析跟開箱 大家看到的這邊就是九五至尊禮品到了這邊 然後大家就有爭議的事件在哪裡 在於說這個108這個地號是許真衛的 109包含的 這個是說九五至尊大樓屬在位置 也是許真衛的 這兩塊都是特農地 是農木用地 可是你看到空拍子很明顯 這個是什麼形狀呢 這就是一個 不然這個 籃球場 籃球場這邊還有籃框 這邊畫得很明清楚的一個藍色的一個標線 奇怪 農木用地 你為什麼會變成這個籃球場呢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這個還有案外案 就是說它原本是要去租國有土地 因為在這個所謂的108旁邊 它會引大塊的107800坪的一個國有這個地 它租了那個國有地 之後才把108改成籃球場 因為你要先把108假裝它在農用 在種田 你就可以優先的租用林地 所以旁邊還有一塊107是作為它家 這個等於就是像它景觀庭園一樣 好 那這108這個地 從它買進來這個之後 一開始是雜草重生 後來就開始變成碎石之地 到2019年鋪箔油變成停車場 到2022年就放上籃球架 2023年因為被踢爆之後 籃球架目前已經撤走了 這個標線也已經不在了 剛剛就講到是說 這塊地是108 它租了隔壁的800坪國有根地 所以這一點 嚴寬可能也要學一下 因為傅崑崎沒有直接占國有地 他是先用農地 先假裝農用之後 租完旁邊的這個地 再把他自己的那塊地 拿去做籃球場 但是他租了這個地本身是沒有 做太多的不讓使用 但是你特農地 竟然就拿去做籃球場也不對 所以說違法10年之後 他們說法是說沒有人檢舉 當然沒有人檢舉 你都是花蓮就是附加執政的 沒有人敢去縣府檢舉 到了2023年才有人檢舉 就罰6萬塊錢限期改善 於是他柏油本身的話 就是把籃球架清一清 就假裝沒事 現在就要去申請開發休閒農場 他們就是農地不農用 那就是違規在先了 違規在先之後說 我要讓他就地合法 所以他還要申請一個 這個有個法律的灰色地在 因為這個休閒農場的面積的話 沒辦法太大 但是因為他旁邊有一塊 真的在做國有農地 其實就是沒有在放的一塊草地 他用這塊草地 讓他自己本身的這塊停車場 可以等於是去就地合法 這個就是花蓮王 去玩弄法律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案外案 非常有意思 就是大家發現 這個九五至尊 禮品大樓 旁邊這怎麼有一塊棋盤 這個棋盤 怎麼跟之前很有爭議的 日出香蟹大道 棋盤長得一模一樣 非常是詭異 因為日出香蟹大道 當初在鋪設這個時候 說要花4億多 而且這個食材 還是從中國泉州印過來的 那這些事情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花蓮就是食材產地 這麼多台灣這麼漂亮 這個食材你不用 你跑去用中國泉州這個食材 你不是最愛石頭嗎 你不是最愛石頭商業者嗎 為什麼你不跟他們台灣 在地的廠商買 你要跑去這個用中國泉州 還有印度的這個石頭 那因此就產生很多質疑 但是當初 2016年的時候花蓮盛福表示 日出大道 這個香蟹大道 是樹立經典無價 差點以為看到房地產廣告 在這個無價的香蟹大道 到2023年的時候爭議不斷 你看有石頭是裂開的 也有說要撲不平 會斜等等的 非常多爭議 陸陸續續都跑出來 然後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是說 這塊地它要價 將近3.8億元 結果鋪設的過程當中 發現是說經費是非常驚人 剛剛不是講到這塊地 是來自於中國泉州的白花崗石 跟印度的黑花崗石嗎 那最奇怪的點是說 為什麼鋪香蟹大道 是縣府在鋪的 那你自己家 是你自己家的地 這麼湊巧 罕見的印度的黑石 跟中國的白石的組合 竟然在縣府 還有大家自己家 出現一模一樣的 這批貨的來源本身 是不是都來自於富困區本人 他目前不敢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而且讓人不禁地去懷疑的是說 因為富文綺過去 參加很多海峽論壇 其中就有包括人去提到就是說 有漳州 泉州 來台灣先肯等等 跟很多泉州的代表化都有交流 換言之他當初 如果是縣府從泉州 進了這一批實財的時候 這個帳的項目 是不是有虛報的嫌疑 當然我們有幾分證據 講幾分話 我相信花蓮政的縣長 或前縣長 現任立委 國民黨立委總召 是一個認為台灣最美的風景 就是人 既然如此的話 他就不要再哽咽 出來正面面對去說明 到底這批香榭大招 跟他家的所謂農地違建 還有這批鋪在他家旁邊 黑色的棋盤 為什麼用的用料 會一模一樣 過程當中 到底這個標案是怎麼標的出來 跟社會大眾說明 因為其實有非常網友就是 他們在抽絲剝繭 然後就如同剛剛 朗東出示的那一張圖 很奇怪 因為從至高點 那個Google map 看下去 Google earth看下去 對啊 怎麼那個黑白相間的棋盤 那出現的時間點 彷彿也蠻吻合的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得到一個比較清晰的答案 那有關於戰地的部分 阿川要補充 好 這個地方 我去年選舉去過 這個是無人機拍的 無人機厲害就厲害在這裡 這個就是所謂的九五大樓 這一棟的屋主是傅崑崎 這裡有一棟白色這三層樓 就是去他們家吃飯就是一家 招待所 另外一間 這裡還有一間 這裡還有一間 如果一般人是來這裡 這八色的 現在都流行就對了 他這樣子還有住民宿嗎 沒有 我這個幫他補充一下 就是說他那個禮品 可能是這個窗戶的這個房間 塞到這樣 所以他這裡都沒辦法住 這是他現在的狀況就對了 我們瑞德還有補充是說 他們家的水塔 水塔派給 就沒辦法洗身庫 所以不能再繼續住這一棟 這個已經翻頁了 好 來 現在這片是這塊 我現在畫起來這個紅的這個 包括108 109 109是這一塊 這是徐振偉 108是國有財產署的地 107也是國有財產署的地 好 但他現在被發現說 你這個沒有農地農用 因為這個全部是農木用地 我現在框起來 這個所有紅色黃色 這個都是農木用地 就是說不可以起床 不可以放暗門土 他現在把它放起來 放暗門土 這起床這當然也是暗門土 這個放起來之後 就被人家檢舉 檢舉說 你怎麼沒有農地農用去年選舉的時候 被檢舉 那為什麼沒有農地農用 他剛剛有說 他這個籃球框是存在的 他為什麼要有籃球框 不是副軍一個派拿球 因為他有隨父 他有一些工作人員 總是會不會是要運動 這個老闆很好耶 這個老闆要運動 我們不可以亂說 好 來 現在就是 他現在整個框起來做什麼事情 來 我們用這一張給各位看 就是他去年被檢舉 他檢舉之後 徐正衛的花蓮縣政府 就發了一個公文 給這個集安鄉的徐正衛女士 你怎麼沒有農地農用 然後他就叫集安鄉公所去查 查完說 對 確定好 所以罰6萬 罰完6萬之後 他們5月5號 他們也很乖 5月5號有拿去繳罰單 但是繳完罰單要恢復原則 以前原款兩個人都可以說 恢復原則 他說6月來不及 就是說申請掌員 然後這一個縣政府再發給他 徐正衛縣長再發給徐正衛說 你要給我回復原則 結果他就在9月4號 申請變成休閒農場 學問就在這裡了 休閒農場要一公頃 一公頃 他們的地是這塊而已 到這裡而已 這裡不到一公頃 對不對 他就去找了這個國有財產署的地 這一組的 這一塊還沒租 這一塊現在還是國有財產署 他就去把這個 包括這個私人土地 全部合起來 申請休閒農場超過一公頃 才可以申請 休閒農場第二規定 必須有對外連通的路 有 這裡一條路 所以是有對外連通的路 一公頃 現在問題來了 國有財產署 這兩塊都你的 你有同意嗎 國有財產署你又來了 又是你 國有財產署出來講 你有同意嗎 你有同意給他們做休閒農場嗎 那現在案子進到哪裡 就去年九月十五申請對不對 花蓮縣政府為了不圖立徐正衛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休閒農場 條件很嚴格 所以現在嚴格審查中 嚴格審查中 到現在還沒審出來 因為太複雜 因為太慶祭合 我們剛才賣 說什麼你圖立徐正衛 他就很嚴格在審 所以就拖延了就對了 沒有拖延 嚴格在審 檢舉的人就說 你為什麼不給他處理 他說因為他現在已經在申請 申請中我們就不開法了 所以現在這樣 他要給他拐拐的 他要跟他大律師說 奇怪就是說他有一個違法 然後想要申請合法 因為還沒申請過 所以你不能再罰他 現在狀況就是這樣子 我不曉得國昌老師 會不會有法律見解 國昌老師 國昌老師現在對副總召很好 對啊 我先走了 好你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案子 我看到目前為止 就是 其實大家都不記得這個案 因為去年選舉案子太多 那是副昆審自己再補一張出來 大家對這裡又有興趣 這個地方在吉安鄉的中山路 吉安鄉中山路 如果暑假期間去吉安鄉所在 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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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問題是 不是說什麼風景美麗就沒有爭議 沒有質疑 該質疑的還是要質疑 你錢是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你就是從禮品山這件事情 然後進一步 大家就注意到說 你錢到底是怎麼開的 善款的那個部分 來怎麼樣幫他說明 我覺得這個副總召 然後當然最近他可能這個潛心向學 潛心修佛 所以他這個比較容易這個感性 感性一點 對 然後這個 所以說他是希望說這個人性本善 只是說確實 因為過去這個他也知道說 可能他自己身上的爭議這樣子比較多 所以說當然這個大家可能就會對於說 他要講什麼比較容易與人廢言 那會變成說大家去看你的這個實際上的作為 才有可能去慢慢相信你 所以確實這個 因為被監察院糾正 這個是事實 那有被糾正 那那個時候花蓮也說 他們自己會去檢討說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也看到徐正衛這幾天也在講說 包含說是不是要拿入這個受災戶的代表 然後其他的這些監察人 我覺得他們在努力的在把這件事情給補起來 可是確實這個會影響到大家 對於你們這些使用上面的一些信任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個可能怪不了別人 你說雖然好這個你家裡的地震 東西東西倒下來 講真的也是這個受災戶對不對 那本來還有網友還在說 那個沒有看影片來源 以為是這個免稅電地 就是說免稅電地 你現在再踩一腳 這個當然是輕鬆啦 我覺得是這個好意的去想 這個副總召可能是想說 大家這幾天災情 然後這個心情有點低落 所以說大家輕鬆一下 這個可能是一個 那另外可能是說 我覺得這個判斷上面 就是要思考一下 因為禮拜三地震 大家當天都已經在po 對不對 災情還是什麼的 結果我就好像禮拜五早上才po吧 隔了兩天才po 那我是覺得這個小編可能是不知道 我在想 你覺得是小編po的 一定是小編po 因為傅昆琪沒有時間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你看那個文案 你看 我覺得大概也不是他寫的 對不對 小編會去他家裡面拍照片 對那影片是怎麼來 我覺得大概就是說 小編知道他茅台在哪裡買的 應該是說他們夫妻 我在想可能沒有時間回家 然後大家如果仔細看那個影片 裡面其實有拍到一雙腿 如果你仔細看大概在這個 七秒 你有看到腿毛還是沒有的 沒有腿毛是女生 那我覺得因為他那棟樓那麼大 不是只有他住在 他們夫妻住在裡面 還有他們家人 我在想比較有可能像是 他們家人拍的傳給爸媽 說我們家裡也有災情還是什麼 然後可能那幾天大家在想說 花蓮災情多嚴重 或者是小編沒有素材了 所以想說拿這個出來發 可是這個 這是公關危機啊 對不對 開玩笑嘴 他當然是說 大家想這個想說這個 災情有點這個煩悶 就是覺得很憂鬱 然後他可能讓大家輕鬆一下 另外一個是說 另外一個是說 你拜託這個小編 本來那個小編後來趕快刪留言 三一三後來發現 留言刪不了 真的太忙了 三一五就不讓你看見 你就沒辦法留言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太苛責 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小編在拯救 他的這個三節獎金 在搶救他的三節獎金 萬一這個不幸沒有搶救成功的話 可能要再多發一節 這個清明節獎金給他 所以大家對他溫柔一點吧 大家不要忘了 四叉貓其實他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能 叫做咪咪眼大法 對不對 咪著咪著他都會看得出來 這K是什麼牌子的 那K是什麼牌子的 你真的把他找出來了 我覺得因為他解析度沒有很好 所以我大概就是找出十分之一 但是我們先接上借我看一下 來 請 對 因為早上就是接他通告說要來講 花蓮 我也是花蓮人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來看一下裡面是哪些牌子的 然後來這邊講給大家聽 然後我花了一個小時之後 大概就是統整出 他就除了他就酒類 然後很多禮盒 然後還有什麼營養補充品 然後還有什麼肉乾蜂蜜 看起來就是應該是各方人士送給他的那些禮包 他說自己買的 這個我明天要幫他澄清 那是我自己買的 他自己買的 那我自己估一下 他現在拍到的 他拍到的部分 我估至少就只50萬到100萬了 對 他要拍的那幾秒鐘影片 大概就50萬 我們隨便找一個 你看他常喝的 這看起來應該是他常喝的 那個什麼 那個膠原蛋白液 一罐 一罐就要170塊錢 是喔 這麼貴 對 一罐100 因為這台灣沒有 這日本的 然後你看這樣散滿滿 散滿滿 一罐就170 對